好 那我們就先 那老師先分享一個畫面 喂 好 等一下喔 我的PPT在哪裡 好 那老師先 老師分享一下 好 有看到這個畫面嗎 有嗎 有 好 那昨天 來 昨天是不是 我們就看了這個影片 這個尼克的傳奇人物的影片 那你覺得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學習單 來 第一個 這個立刻認為要怎麼樣做一個快樂的人 來 那我要指定同學回答喔 聖輝請你回答第一題 你覺得那個立刻他認為喔 他要怎麼樣做一個快樂的人 聖輝請回答 沒有聲音耶 好 那文宣 好 你回答好了 文宣 第三個 第三個 好 第三個是什麼 隨時知足 祈福感恩 對 尼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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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克認為呢 就是要做一個快樂的人 就是要隨時知足 祈福感恩 那其實尼克 尼克他在小的時候 他也沒有抱怨 自己為什麼生出來沒手沒腳 有沒有抱怨自己 有沒有 沒有 沒有喔 其實他有抱怨喔 他在 對 他在十歲的時候 他就有想到說 他就有抱怨自己為什麼長得跟人家不一樣 然後十歲的時候 有那個親身的念頭 有那個自殺的念頭這樣子 那他就是 他有分享 他說他自殺的話 就是他 他有一次他就是在那個什麼 浴缸放水 然後他想要讓自己淹死這樣子 那還有一次是什麼 從高的地方往下跳 他也是想讓自己 因為他覺得自己跟人家與眾不同 他覺得他沒手沒腳的生活非常不方便 然後他覺得很痛苦這樣子 那可是 這個念頭 就是大概在他十歲到十三歲的時候 他有這樣的自殺的念頭 可是到了十三歲的時候 他就是 他就有 他就突然開竅了 那開竅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認識了上帝 其實他這個故事喔 不是說 叫你們一定要去信上帝什麼的 只是說 我們如果說有一些的宗教信仰的話 那個宗教信仰呢 他可以支持我們 在困難的時間的時候呢 可以幫助我們 可以繼續走下去這樣子 好 如果我們會遇到 比較常會遇到一些深藏者的話 這個時候你看到他喔 你不要去嘲笑他 那就是也不要覺得可憐他 那我們只是就是用正常的態度去對他這樣子 然後呢也要去肯定他的能力 那可能就是適時的去讚美他 那可能就是適時的去讚美他 這個也都可以喔 因為其實 身藏者一定是會有點自卑啦 但是我們就是還是要把他當成是正常人這樣看待 那如果說你覺得他需要幫助的話 你也是要去詢問他說 你需要幫助嗎這樣子 這個才是對身藏者的一個一個基本禮貌啦 好 那第三題 立刻能夠活出生命的色彩是靠什麼 好 陳豪請你回答這個問題 陳豪 呃 餓 餓 樂觀積極的態度 沒錯齁 那我們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呢 困難一定困難 如果說遇到困難 當下一定會覺得很很懊惱 然後覺得很煩很挫折 但是呢 換個角度換個想法去想 其實呢 你不去做 你不去做你就不知道這個結果的可能性是什麼 所以你不要去想結果會怎麼樣 你就是去做 那就是要用樂觀積極的態度 最不好的習慣是 你不去做就擺爛 最好不要擺爛 遇到什麼樣的挫折你不要去擺爛 對於自己的事情 那不管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你都要去積極去面對 那你擺爛的話 永遠就不會 這個問題就不會解決這樣子 好 那再來 來 這邊的問答題 可能這邊有三個 那 來第四題 你覺得立刻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用三個形容詞 來形容他 三個形容詞 那形容詞 可能就是你可以用兩個字 形容詞它有分兩個字 或四個字 三個字都可以 好 那 那誰要來說說看呢 聖輝 聖輝 喂 我不知道 蛤 你不知道你昨天有沒有看影片啊 你有沒有看影片 蛤 客語的時間 你再去Youtube 去看一下這個尼克這個故事 好 那 來文宣好了 那你覺得立刻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文宣 文宣 哈囉 欸 好像同學 好 聖凱進來囉 這個是誰啊 聖全嗎 來聖凱 讓老師看一看 聖凱 哈囉 打個招呼吧 哈哈 嘿嘿 對 OK 遲到了 好 還有一個林同學咧 林同學 聖全嗎 你說八成喔 哇 哇聖全你在哪裡 山光嗎 聖全你在山光 講話 哇 是誰幫你回答 是你回答的嗎 是你哥哥 是你哥哥喔 哇 哇 山光很遠耶 難怪你的 你的那個 訊息就 就有點 類格類格的感覺耶 你講的話 傳到老師這邊 就是有點慢囉 好 那沒關係 兩秒鐘 他剛剛被 避風釘 喔 是喔 釘兩針 喔 他有沒有去打針 有沒有打針 沒有耶 沒有喔 他如果不舒服 我會帶他去 他說很好 他自己 喔 像巴黎那邊 那邊 對對對 我知道那邊有啊 喔 那聖全不舒服 要跟那個阿嬤嗎 是阿嬤嗎 喔 阿嬤好 喔 OK 好好好 聽說你是 哈囉 歡迎不是啊 我是從那個三明 我是叫到比亞外 喔 我叫到比亞外 你叫到比亞外了 對 然後上次去找那個聖全那個時候 是我的老公 阿嬤我們現在在上課 我們下次再聊 哈哈哈 哈囉 哈囉 好 那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看一下 有看到那個簡報嗎 有齁 好 那文軒 來回答吧 你覺得立刻是怎麼樣一個人 不知道 蛤 不知道 快點你講一個也可以 講一個就可以了 你覺得 你看到影片 你覺得這個尼克呢 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嗯 不知道怎麼說 不知道怎麼說 那你可以說啊 兩個 兩個形容詞啊 堅強 還是不退說 還是你覺得他怎麼樣這樣 堅強的 很堅強的一個人 好 那還有玉伯 幹嘛 來你來回答一下這個第四個問題 你覺得這個尼克呢 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嗯 堅強 樂觀 樂觀 堅強樂觀的人 好 那再來 聖凱 來 王聖凱 來 你來回答 這個尼克他沒手沒腳的 他 他克服了生活上很多的問題 那你覺得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他是個 嗯 讓我想一下 這是個好問題 這個 好啦 來誠實你有沒有看這個影片 嗯 這是個好問題 好啦 老師也知道 老師也不拆穿了 好 好 那其實呢 線上學習呢 這個完全就是操作 操之在自己 那你在家裡 我們現在這樣停課不停學呢 你自己要安排好自己的時間 那當別人按部就班的 在每一堂課每一堂課在 學習的時候 如果說你偷懶的話 那你的學習的進度 就會比人家落後了 那如果說那你是利用其他 上課的時間去做你喜歡做的事情 或是打籃球 或是畫圖 這些的話 其實 我是看影片 看什麼 看影片 看影片 那這也是一種學習 好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第五個問題 那第五個問題的話 這個是 他那邊打錯了 那 第五個問題是要讓你們自己想一想 自己要先認識自己 那你覺得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就像尼克 他的特別之處是 他沒手沒腳 但是他沒有因為他沒手沒腳 然後就放棄他自己的人生 反而 反而利用他的 他就找出他自己身體可以用的部分 嘴巴 還有他的那個腳 很像小雞腿的那個腳 用他身體能夠用的部分去完成他的學業 然後呢 也 也取得了美嬌娘 然後生了四個孩子 那 其實他現在 他最後這個尼克呢 他就是 他就 現在就是變成了一個全世界有名的演講家 他就到世界各地去 去做 就把他的生命故事 然後分享給全世界的人聽 然後就是鼓勵 然後激勵 在生活中有挫折的人 一定要對自己的人生不能放棄 這樣子 好 那所以尼克呢 他知道他自己的特別之處 然後呢 然後就用他的特別之處 然後把自己的人生過得很精彩 那你現在要去想想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然後呢 想說未來你要成為什麼樣的一個人這樣 好 那現在老師PO問題給你們喔 這樣請你們想一想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特別之處就是 你的優點 你就是要把你的優點去放大 然後呢 以你的優點 然後當作為是一個人生的目標 這樣 好 那陳豪 來這個問題 來 你先回答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你的優點是什麼 沒有 蛤 沒有 其實要 這個時候呢 要講出自己的優點呢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 要有自信 就是優點就是別人 別人不會的 你會 或者說你 或者是 你會的 別人 別人雖然也會 但是你會的 那個技巧 比別人還要多 這個也是你的特別之處 你的優點 好 陳豪 來說一下吧 不好意思嗎 主菜 蛤 什麼 主菜 主菜喔 欸 對 那你未來想要當廚師嗎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喔 那你現在會煮什麼菜 搞不好你的煮菜技術比老師好喔 很多菜 講一道菜嘛 看我會不會煮 什麼菜 高麗菜 炒高麗菜喔 喔 然後呢 煎蛋呢 炒蛋呢 會嗎 煎蛋會 喔 一般的炒青菜都會 對不對 會 那平常就是 你在店裡幫忙的時候 也 你是不是從那個店裡幫忙的時候 學會 那個煮菜的 對啊 喔 喔 那你們店裡面最有名的菜是什麼 比較常多人點的菜是什麼 蛋蛋 拌飯喔 還是會飯 蛋蛋 蛋飯炒 那個喔 蛋就蛋 蛋飯喔 喔 蛋 OK 好 好 那再三姐妹嘛對不對 是不是 好 那下次的老師有空會過去吃看看喔 我是說蛋 OK 蛋 炒蛋嗎 炒蛋嗎 就 煎蛋 蛋的料理這樣煎蛋這樣子 OK 好 那 再來我看一下 盛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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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呢 你覺得你的優點是什麼 我的優點 嗯 優點的話 要說三個 一個就好了 一個就好了 一個就好 一個就好 就運動細胞好 運動細胞很好 好 那你比較喜歡的運動是什麼 籃球 籃球 那 那 那你也 國中也進入 大西國中的體育班對不對 對 好 那你既然喜歡籃球的話 要堅持 那過程當中一定會很辛苦喔 一定要堅持下去 好 有沒有聽到 有 好 OK 好再來 拜拜 聖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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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一下視訊嘛 老師要看著你的臉 這樣才能講話 對啊 那聖泉 那你有沒有想說自己的優點是什麼 你會打遊戲算優點嗎 會打什麼 遊戲 打遊戲喔 哇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像這種遊戲的話 也可以參加比賽 嗯 熟雞腳 熟雞腳 哇 可是 這個比賽是 好像有競技比賽 然後好像是什麼 要幾天幾夜這樣子 你有看過這樣的訊息嗎 有 然後你想參加這樣的比賽喔 以後如果找不到工作的話 可能會 是喔 哇 怎麼可能找不到工作 你看山上 你看山上有地 有果樹 你可以去研究一下 怎麼樣去種出 比較好吃的五月桃啊 又大顆這樣子啊 這也是一種那個學習耶 嗯 我們就是 其實呢 任何的學習 不要說自己什麼都不會 其實就是你要去做 然後要有興趣這樣 對山上的工作有沒有興趣 還不知道喔 那你可以趁這個時候啊 在山上啊 看看阿公阿嬤在做什麼 那你也去幫忙一下啊 可以嗎 有沒有幫忙 一點 一點喔 會不會除草 還不會 還不會除草 哇 不會 你比較少在山上齁 對不對 好 那那個 好 那接下來 我老師再問一個 嗯 來玉柏 幹嘛 怎麼樣 好 很好 反應很快喔 那 老師想問你說 未來 你的未來夢想是什麼 嗯 就 煮菜 你也喜歡煮菜喔 好 之後啊 之後啊 傳你 哇 其實呢 男生 如果說男生要當主廚是比較容易的 因為現在就是大廚都是男生啊 很少女生啊 好 那個 為什麼 玉柏喔 你為什麼不朝畫圖的方面去走呢 嗯 感覺比較坎坷 感覺比較坎坷喔 那你就想說當興趣就好嗎 嗯 只要就無聊 就是給他畫 對 那老師問你一下 你 你 有沒有去 學過畫畫 嗯 沒有 完全沒有 自己學嗎 對啊 就自己無聊畫 好 自己這樣子畫 學著畫 那你有沒有看書畫 還是 就是從你的腦袋裡面蹦出來這樣 嗯 玩遊戲 玩遊戲 看影片的時候可能那個卡通啊 然後 開始畫 我跟你講 像這樣子 繪畫能力就是 對你來講 你的繪畫能力就是天生的 要好好去運用這個繪畫能力 懂嗎 好 要繼續畫下去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最後一題 其實老師剛剛問的問題是最後一題了 那這禮拜 算是你們在學校的最後一個 一個一個禮拜了 好 那下禮拜三就是畢業典禮 那畢業典禮的部分呢 我們是做線上的畢業典禮 那就是線上看影片 6月16號禮拜三10點半 好 那學校這邊呢會把那個 各各長官來賓給你們的祝福與卡弄成影片 然後10點半這個時候呢 靜林老師還有我會跟著你們在線上一起看這樣子 好 那其實也沒有辦法 剛剛老師有講 不是 這個你們今年的這樣的畢業典禮 算是很特別的畢業典禮 那去年還沒有這樣子 那你們是第一次 是全國的畢業生 國小幼稚園國中高中大學 都是用線上這樣子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也是要避免群聚 那老師也是希望你們在家裡面呢 也不要亂跑 我們就是 我們還是先保住我們的健康 好 那再來 52分喔 好看一下 等一下喔 好 老師要秀一下 我先把簡報 先關掉 好 等一下喔 好 有沒有看到 好有沒有看到老師分享的畫面 有 好 那這個分享的畫面呢 就是 老師給你們的祝福你 那就是 時間過得很快 一轉眼你們就要離開 來介紹的校園了 那雖然 雖然不捨 但還是要放手 讓你們去飛 好 那期盼你們呢 帶著老師滿滿的祝福 勇敢的 飛向下一個學習階段 如音展翅上騰高飛 好 這是老師 給你們的 畢業的一個祝福 那這個祝福呢 會貼在你們的 應該是畢業 畢業建設上面這樣子 那其實呢 老師 認識你們 真的是不到一年的時間 那老師覺得 到後面呢 老師給你們已經 感覺有點熟了之後呢 你們卻要畢業了 那 真的是 也很捨不得 老師 從 剛開學 看到你們 要畢業之前 這個轉變 覺得你們真的 再長大了 剛開學的時候 認識你們的時候 還是就是 感覺像小屁孩這樣子 可是呢 現在 覺得你們已經成熟穩重了 那未來呢 到了 下一個國中階段的時候 那老師覺得 你們一定要 把你們自己優點來彰顯出來 顯現出來 然後自己的缺點就改進這樣子 那如果說是這樣的話 那老師就先祝福你們 越來越好 那下次在街道上 看到老師 記得要跟老師打聲招呼 說 老師好 這樣子 這樣可以嗎 哈囉 可以 可以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OK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 就先上到這裡 整整的一節課 那我們下禮拜 下禮拜三 我們在線上見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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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楷 聖楷 你在幹嘛 要聽阿公阿嬤的話喔 好啦 拜拜 聖楷 下課囉